以结婚形影为从影代表作的女星江音 最初江音对自己没有特点并不相信 后来又发生一件伤感情势 才在打击下而放弃了做明星的美梦 相较广为观众熟知与喜爱的一线主角 演艺圈内想红而未红的失忆众生才是影坛常态 有人开头就是配角龙套命 认清现实后及安分地当称职罗斯丁 有人是外形不错演技不差企图心强 唯独心运坎坷不顺 空有电影明星美名却始终没能单纲要脚或独当一面 最终值得在不断失望后悄然淡出 自台赴港少是发展年余即告结婚形影的江音 便是好的开始却未能带来成功的典型案例 特别的是就在江音决定挥别荧幕架作人父时 嫌少获娱乐记者青睐的他 他竟接连登上报纸社会及演艺版面 如此戏剧性的发展或可为祖师爷给予他的灵趣秋波 江音本名李灵新 家住台湾台北 台北高中毕业后 曾娶一名黄英入台语片圈 1958年11月 19岁的他被香港少事向重 与年龄相仿美艳大胆的台语片女星夏晴新 一同赴港发展 为己江音自市场较小的下语片组转入重点发展的国语片组 编于文静沉默的玉女 口齿伶俐的他擅长越国台护语 与人斗嘴动口意动手 是同行玩笑话中牙擦擦的恶婆 夏北北形象鲜明的江音 一时间在香港影坛破出风头 不仅私领域热闹非凡 愚工江音在少事也获得提拔 先于林黛领先主演陶金指导的 奇情文艺片《玉网》为女主角同学 后又应邀于意大利电影《东方美人》 饰演一名中国舞女 在智乐地任主角的都会喜剧《雨水重欢》 任前段戏份颇为吃重的药角 尽管片约通告不断 胸怀大志的江音内心却很不得意 报道称他本对《玉网》中的林黛姐姐一角兴趣浓厚 亦透过各种管道积极活动 无奈他外向活泼的戏路 与优怨压抑的角色格格不入 梁基指的拱手让与同样来自台湾的女星尤娟 之后他在尤敏主演的代价春星表现一般 陷入可有可无的配角窘境 本来上游依依博的江音 有一件伤感情事后彻底新凉 也就是文艺名导陶琴在拍摄《小风残月》时 觉得特约演员出身的配角杜娟演技优异 便为他量身打造剧本《狂脸》 18岁的杜娟随即跃居公司力捧的邵氏四小蛋 江音反观同样曾与淘情共事与杜娟同期入邵氏的自己 仍在不红不黑中挣扎 一气之下事业心转为恋爱脑 先与追求胜利的医师谈了一场无结果的恋爱 所秉持的观念就如某位香港影剧记者的分析 江音没有优异的台型武艺割喉及演技 因此导演绝不会启用他主演一部片子 他能悬埃勒马气影出格 可算的是明智 此后关于江音与未婚夫陈萌自港反台 将家人与未来女婿愉快互动 双方筹备婚礼等报道可谓巨细迷遗 值得一提的是老牌女星陈燕燕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 客串家长破话佛教婚礼事宜 因为她不仅是新郎陈萌的结拜仪姐 也是两人相恋的月老 江音与陈萌于1960年8月7日甲台北中国只有设完婚后 先往日月坛游历 后于16日搭击复日蜜月 本来逾越顺遂的喜事 因一个月后的一场歉案而横生枝节 9月17日晚江音住宅遭小偷入侵 把她准备洗往泰国的行李搬运一空 包括两颗拉钻戒、珍珠项链、港制旗袍、高跟鞋、美钞等 市值约7万元的物品 所幸江音还没难过太久 警方就将欠案侦破 多数赃物都被找回 唯独香港入境镇与泰国入境镇消失无踪 令当时怀有声誉马上起承到泰国巡夫的江音十分困扰 直到两个多月后的12月3日 彼时以大富翩翩的江音终于如愿出发 在引人王鹏飞、影星王豪等众亲友的送行下 开启期待的人妻生活 江音的故事多少可视为不红女星的通力 曾经对演艺工作充满热情 被种种磨难、消贫、抑制 大巧劫是愿意托付终身的对象 随即闪电结婚回归平淡 虽然从未担政 幸而能在自己的婚礼当一回主角 也是退一步想的梦想成真 故事就收到这里 欢迎点击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下次见咯